朋友们 今天继续做这个 山顶小花的这个示范 知道吧 这边呢 我们就开始 对这个 这张画上 这些 山石 来做一些更深入的一种刻画 因为你的大的这种构图 和大的这个山形也已经都出来了 这时候就是我说的 再添一些小的变化 我说这种春法呢 基本上 也还是说 有点是 屁马春这种 是吧 所以这个冲锋 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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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 在这个大的画上要想学识 每一处都要想学识 一棵树都要想学识 比如说今后我可能树的这边要识一些 这边我要识一些 上都可能识一点 下边要识一些 这样看今后 它在画面上的这个需要 但是呢 每画一个部分 你都要留着一些 可以再继续往上加的 就是说都要有虚实 比如说从这个地方 我现在画面上 这个山坡 从它的山坡的下头 一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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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到山坡的上头 那应该是 实时虚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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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坡都画成一样了 它的意见就没了 它连在一块儿的 死了 我们要让人家 在植物齿之间 有一个很远距离的 这种狭想 怎么出来这种感觉 虚实 所以说 比如说这一块 因为江畔的石头 它比较坚硬 我们因为我说 画的是 所谓 对长江点上的那种感觉吧 当然长江点上 它的气势是非常浩瀚的 有时候 你太开始追求那种气势了 那个山水花的味道没有 是吧 画的那 是吧 我们把这种感觉换出来 就行了 是吧 它将面 这边 石头 比较 这个 这个 我们用笔稍微要硬一些 笔铁仍然要长厚一点 这边 对比较多 这边 是对比较多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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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我们就要 选择了 比如说 这一代 这个 中文化里头 有两种办法 中文化 中文化 几 无比的 几 无比的 几 比多的 几 比少的 的地方 是吧 所以说 我现在就面临着一个考虑 我不是可以把这一块 画的稍微浓重一点 那么 在后头 就会 虚开它 我也可以把它控制 把后头画的浓重一点 它也可以虚开它 都可以 我们现在呢 就是试着 我把这一块画重一点的一种办法 是吧 重一点 我们现在就要 要在这一块上 它就要做的 纹 要把它的一些纹路 它那一些 上面的石棍 什么 两边的这种石棍 是 给大家 添加艺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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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这个小房子就容易凸显不出来 所以说是有必要把这一袋再做一些处理 要把它的那个树米关系 下面的密度多做一些处理 这块处理黑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今后还有那个峡谷中 云气 所以说这块链出来了 我去这块链出来了 那接着接着 是吧 钱都比较白 我要去拖出这块 这块也很重要 因为这块在这个上面它是最近的一块 刚才是用白的来颤抖黑的 我们现在也可以用黑的来颤抖白的 用密的来颤抖西医的 这块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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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链这也出来了 大画面上 无非也是用这边凉住 一个就是 密的 现料多的 那衬多 猪的 现料少的 一种就是用 让它多的 重量的 来承担多 浅的 大的 但是呢 一定要 注意这种 空间的 这个预留 它才有 我说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有虚 要有虚实 虚实 是吧 它才有 灵气 这样画出来 它才有一种 呼吸感 呼吸感 画面上 要有 呼吸感 说一话 这枪丝 就是都 粘在一块 贴在一块 线和线顶 线顶在一块 物体和物体中间 纳不开 纳不开 在这一点上 这个处理一下 大家 注意一点 这边说 也把这个虚实的 这种 想想一下 各个地方 都是这 各个地方 都是这 这边 这边 原来 乐画 它虚实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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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啊 它就是 画面 会越来越复杂 它们 还可以 点击 是不是 点点 点 点 也就是 就是 啥别 别有犹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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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带 冷起来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是吧 在这个地方 那么 这个用虚 用实 这个三坡盖 和鸡羊面接触的这一带 就这一带 它同样也是 要虚 实实实实 实实实实 过去甚至有一种古人画法 那边甚至有一个说法 上面 如果戴帽 比如说这块石头 上面戴帽 就是说今后 我可能要在这儿多画画 因为它 它差不多都有云气 我要把它在这儿画实 下面 就要画虚 就是说上边戴帽 下面就别穿鞋 你下边穿的鞋 像这个我画的这个江岸底下 上面我就空一点 是吧 空一点 所以说这个虚实的运用 在这个画上非常重要 中文化 中文化 因为它不能够靠 色彩 西洋画 我们画油画 我们可以靠 色彩 还有它的物体的 三维空间的这种 颜色彩 是吧 是吧 你色彩 它有很短 是吧 往往的颜色 暖颜色 它会 给你那种感觉 往前靠 那颜色 感觉有一种 比较远的感觉 是吧 是吧 因为它是从自然的那种 也是这边 是吧 我们看远山 是吧 它发蓝 是吧 发蓝 那颜色 清楚 就感觉到 越来越绿 越来越暖 是吧 但是 中国画呢 它很重要的 它没有这个色彩关系 它就靠 用笔当的虚实 是 形体的虚实 是吧 那 营造的这种 画面上的 最容易起伏 跌倒 你再强调这个虚实 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初处都要考虑用虚 初处要考虑用实 实中还要见虚 虚中还要见虚 是吧 就是说 大虚里头 还有更虚 是吧 大虚中 还有更虚 是吧 是吧 这些关系啊 我觉得我们在 画画的过程中 要逐渐的把握 体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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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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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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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